大家好,我是陈锋 有个养牛的朋友问我 牛买回来之后多久才可以给牛进行免疫 打疫苗防疫和驱虫健胃 以及相应的药物和注意事项 今天就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今天说的是短距离运输牛的情况下 就两三百公里 基本上简单的处理一下应激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免疫和驱虫健胃的工作 先说一下防疫这方面的吧 我们都知道运牛之前可以打相应的血清来防疫 但不能直接注射疫苗 所以一般都是到场之后 过了这个应急 牛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才会给牛免疫这个疫苗 通常我们都是免疫口提医疫苗和巴西感菌 和传染性松磨肺炎的 口提医的是肯定要免疫的 一般短距离运输的话 洗五天左右 牛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基本都很正常了 这时候就可以免疫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两种不同的疫苗 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以上 就交叉来免疫 不能集中在那一两天里面 口提医的话 最好是选择多接疫苗吧 驱虫的话有十天左右 基本牛都正常了 这时候要进行彻底的驱虫 体内的体外的都要驱 这个驱虫的话 没有一种驱虫药物 对所有种类的剂虫 都有驱沙作用 所以必须要采用联合用药的方式 进行驱虫 一般选择皮沙注射 和异为均素 内服的话用阿本达座 或左旋弥座 给牛进行驱虫 需要注意的是 用药量 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 和牛的体重来计算用药量 要保证每个牛的用药量在范围内 驱虫药物用草量太多 这个牛是会中毒 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 内服的话可以半斤料投放 早上空腹的时候 投放效果会比较好 驱虫之后就可以继续